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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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 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那個 接口支付 有用接口支付的人 可不可以麻煩舉個手 不夠多 回去 對 回去就是趕快下載一下 對 我紅包還是什麼可以給你們 給你們 好 對 我是那個 接口支付的那個 技術負責人 對 就是我基本上是管整個 接口支付的技術團隊 所以的話 各位如果 我最後最後會有這個聯繫方式 那大家如果對於接口任何的那個 品質有任何的回饋 有任何的建議 然後都可以讓我知道 就我會馬上Push他們上線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說 接口支付從15年10月14號 在這個App Store上線以來 其實已經過了大概五年多的時間 然後在這五年的話 其實我們的成長並不是非常的順遂 然後只是我們非常幸運的 我們有辦法從一間單純的創業公司 在五年裡面 然後我們的使用者到目前也到了340萬人左右 在這五年的時間裡面 我們非常幸運的可以著重到這個地步 然後所以我相信 我今天在這邊分享的 對一些對於創業公司 會面臨到的這一些挑戰 以及解決方法 大家應該也有可能 會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會遇到 然後所以的話 今天就把我自己的經驗 跟大家做個分享 OK 那所以我們看一下 目前的這個一些數字吧 就是到今年9月 這是金管會的公開資料 後面我會寫很多資料 不過不要被騙了 就是那個東西 就是有一些東西 我大概就是有一個數字 讓你們有感覺 不是真的 不過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對 就是目前這個 接口電子支付的會員的話 已經超過340萬人了 然後我們的日均交易量 大概是 每天大概是30萬筆左右 然後我們的這個日均PVA的話 大概是3000萬這樣的一個量級 3000萬大概是 3000萬大概覺得多還是少 其實沒有很多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每天的話 有86400秒嘛 所以如果我們除以3000的話 其實大概就是一秒鐘 大概我們大概就是幾百個PV而已 其實這流量並不算非常大 然後我們是期望這個PV可以持續成長 有沒有 有辦法就是壓爆我們的系統 讓我們的整個系統 整個架構可以更精益成樓 那我做個自我介紹吧 我是四朋 然後大家也可以叫我Fred 然後我目前的話就是在街口 然後我在 我是今年4月初的時候入職街口的 在之前的話我是在阿里巴巴 然後負責他們的一個智能音箱 叫天貓精靈 然後天貓精靈的這個 因為天貓精靈它是一個智能音箱嘛 然後它後面其實會有那種 語音辨識的服務 然後這個語音辨識的服務的話 其實我們後來有跟 一些廠商進行合作 例如像這個賓士以及BMW以及Volvo 還有一些其他這個大陸那邊的智能家電 因為如果你說你這個產品裡面 有阿里的這個服務的話 其實多多少少是一個賣點 然後這個照片就是我們那個時候 在跟Volvo合作的時候 的一個對 那個時候在跟Volvo合作 然後的一個產品亮相 然後後來的話我就是轉調到了 阿里的國際業務 然後負責Ali Express、Darras 以及淘寶台灣的廣告流量 然後去年阿里國際業務線的這個 廣告流量的雙11 穩定性負責人的話 也是我這邊在負責的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的系統大概就是擋下來了 每秒大概65萬筆訂單的一個TPS的量級 對所以我大概是可以這麼說 就是說我對於這個高變發的架構設計 以及這個系統的設計 應該還算有自信 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問題的話 是我們可以來做一些討論 好 那我們看一下吧 就是2015年的時候 10月14號接口APP上線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其實2015年上線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接口還沒有拿到電子支付的執照 所以接口那個時候它的業務其實主要是 透過販售一些O2O的票券為主 大家如果足夠老的話 應該會記得以前有一個叫做Gomaji的公司 Gomaji以及 Groupon的公司 賣一些團購券 然後我們在線上買了團購券之後 就可以到線下的那個實體商店來用 當時2015年以及2016年的接口 其實它的業務是販售O2O的票券為主 然後金流部分呢 則是以類似這個紅藍綠的模式 就是串接信用卡 這樣的一個方式來進行支付 然後因為Cabin Hu 他其實對於台灣的電子支付 是有一些理想的 那不是說我狗腿還是這樣 是覺得大家可以想像嘛 他是一個這個他家有錢嘛 然後實際上我們也知道 台灣很多富二代有沒有 你有幾個億拿去買跑車啊 拿去買幹嘛 有沒有就去什麼女明星幹嘛的 那他其實是願意把這樣的一個這個經濟資源 拿來投注在就是他的技術團隊身上 然後在這個台灣的這個Fintech領域做一些創新 所以我是滿認同他這個衝進的 所以就是後來就加入Jeko 然後陪他一起就是衝一下 那所以的話Cabin Hu 他其實是有一些理想存在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他並不是一個 十足的電子支付的一個使用模式 不是非常方便 而且場景非常受限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準備要去申請 這個電子支付執照了 然後同一時間我們也在進行這個 線下通路鋪開的準備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的使用者 大概就是幾萬人 就是其實並不多 所以的話我們的架構也非常的簡單 就是一個用戶APP以及商家APP 商家APP是給商家用的 我們他需要去設置 商家他想要販賣的這個券 以及這個定價 以及這個販賬結果 對吧 商家的這個管理APP 然後商家管理APP後面就是一個商家服務 然後用戶APP當然就是那個 我們載得到的接口APP 他後面的那個服務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串接 當你要買的時候 就直接由用戶服務 用戶服務 他去串接 那個時候應該是在串 High Trust 然後後來串台信銀行 那個時候串銀行非常非常少 所以整個架構非常的單純 大家會覺得有點太單純了 好像不是非常厲害 我覺得這樣很完美 因為各位 當我們在新創公司的時候 其實我們主要要驗證的是 我們的投資人 我們的這個商業需求方 我們有沒有辦法快速地去驗證他們的商業想法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的技術選行 其實就是單純快最熟悉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那個時候的團隊他們最熟悉的是Dannet 然後資料庫斯MySQL 所以就是一個三個系統 三個應用的一個架構 三個應用的有比較大一點的單體 然後搭配MySQL 我覺得這個架構對於那個時候是非常完美的 然後後來在就是16年後期之後 我們串在銀行也越來越多了 所以的話我們多了一個銀行對接的服務 把這個所有銀行對接的工作呢 就是把它做個收口 然後接下來17年 我們這個電子支付執照的這個申請 其實已經傻密了 我們在等待這個 這個 那個金管會的許可 它許可了我們 為什麼昨天要許可那一間對不對 有人照外說什麼 蝦皮 對 好 反正那個時候我們就是準備要電子服務了 然後我們的線下通路也逐漸的鋪開 然後 作為一個電子支付業者的話 那這個電子支付的系統它其實是必須 建置地端服務的 你也可以上雲 只是這個上雲的話 這個 你上的雲 那個雲的機房 應該必須要可以隨時提供 金管會的這個監控以及檢查 所以一般來說 這個電子支付業者 他是不會去把它的系統去上雲的 因為非常非常麻煩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去建置了這個地端服務 然後同一時間我們O2O票券還是繼續販售的 然後電子支付的話 一樣我們再準備這個線下通路 好 然後 所以我們17年大概是做這樣的準備 然後我們在18年初的時候 這個電子支付這個服務正式上線了 然後那個時候不知道有沒有人參與到 那個時候是在18年的2月14、2月15 然後就是藉口這邊發了幾個億的紅包 然後應該很多人都有搶到 就是那天晚上應該都有搶到可能兩、三百 然後一、兩百塊的這個現金回饋 所以那個時候這個非常大手筆的營銷活動的話 其實造成了一個很大的話題以及一個很大的熱度 瞬間的幫我們給了我們很多非常直接的流量 然後我們的使用者人數 以及這個在市場、行業內的熱度也直接上升了 所以我們的系統 因為我們必須要分為電子支付系統 以及提供這個生活助手之類的系統 所以的話這兩個系統分別屬於電子 接口電子支付公司以及接口金融科技公司 那大家可以想成這個接口電子支付的話 大概就是那個LINE裡面的一卡通 然後金融科技這一塊的話大概就是LINE 放的這個殼 所以的話當然電子支付這邊我們是高度合規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由金融科技提供的APP裡面 我們要提供用戶支付功能的時候 其實它去使用的是這個電子用戶服務 這邊的這個服務能力 然後其他一些生活助手、外送外賣或是車隊以及其他服務 一樣是由金融科技原本的這一套服務來提供的 所以當2018年我們的電子服務上線了之後 搭配我們已經在15、16、17年的一些經營經驗 以及一些強力的營銷手段 就是我剛剛講的紅包之後 其實我們的業務類型以及業務的數量 開始有了爆炸性的成長 例如我們在18年開始就和這個蝦皮 MOMO以及生活市集 進行了這個對接的洽談 然後也花了很多時間就進行彼此的磨合 然後最終成功對接上線 然後以及一切營銷手段 包含像剛剛說到的紅包、借口幣 以及後面我們作為一個生活助手 我們期望我們的支付能力 可以方方面面的就是進入到人們的生活中 所以我們也串接了像是台北智慧平台 各縣市的停車費 有線電視等等的這個繳費功能 這些功能大家如果現在打開那個 接口支付APP都會馬上看到 你看不到是因為你還沒有下載 趕快下載 然後當然還有公寓捐款以及這個 托付帳戶 托付寶 就是爭議非常大的托付寶 2018年的時候第一次常識上線 然後被金管會擋下來 然後今年年初是第二次常識 然後今年七月的時候是第三次常識 對 就是這個托付寶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遇到什麼問題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能在15年10月16年以及17年 其實我們的業務量受限於我們可以提供的服務 所以我們顯得綁手綁腳了 綁手綁腳的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其實業務不複雜 對於我們的系統你想複雜也複雜 複雜不到哪裡去 其實所以那個時候的開發 那個時候的各式各樣的業務需求 對於開發團隊來說是沒有阻力沒有困難的 可是我們現在業務量整個直線上升 我們就遇到一些問題 第一個是我們的開發人力不俗 所以我們在2018年的時候 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徵才 然後因為一開始 我有說到 一開始的這整個這個技術戰 是這個打內的關係 然後打內的人才是比較稀缺的 所以呢 那個時候是18年嘛 18年那個排檔啊 人工智能啊 人工智能啊 的這個熱度還沒有減弱 所以那個時候台灣這邊的話 還是非常非常紅 這個排檔的技術戰 尤其是那個時候畢業的那個 小男生小女生 最喜歡的就是排檔 你不用排檔 他還會說你為什麼不用 對 所以那個時候的真材 其實就是轉向了 那個時候排檔技術戰 因為比較好找人 然後同一時間 因為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這樣的一個系統架構的話 其實它要用來支撐這些業務 其實是稍嫌不足的 已經會有點這個巨型單體化的 這種感覺出現了 所以一個大型的這個 Codebase的開發效率開始低落的時候 我們很自然的會想到什麼 微服務對不對 微服務這個圖非常有名 就是說 當我業務的複雜度 在比較低的時候 那其實單體系統 它的生產力是比較高的 那因為微服務 它需要有一些這個 額外的這個測試 然後理解成本 以及對接溝通的成本 所以在業務複雜度低的情況下 微服務的那個生產力 是相較單體來說會比較低一點 可是在業務複雜度逐漸提升 業務複雜度與系統複雜度 逐漸提升之後 單體系統的這個生產力 就是可能會 因為業務複雜度一旦提升 其實就代表參與到同一個Codebase 同時開發 然後你要進行一些這個 合作的這個overhead 就會開始超過Micro Service 所以我們很自然的會期望說 因為業務已經逐漸複雜了 所以我們很自然會期望就是 這個可以轉向到 Micro Service這一塊 所以 18年中的話 我們會 我們感覺到我們的這個業務複雜度 大概是在這個紅點了 我們快要撐不下去了 我們必須趕快 找到一個解法 我們期望趕快就轉移到Micro Service 然後可以 期望Micro Service這樣的架構 可以提供我們一些助力 給予我們更高更高的生產力 所以 當我們引入這樣的概念之後 就是剛剛發生的那些事情之後 就是我們大量的找人 然後 開始引入微服務 然後我們就開始 當我們需要這個 這都假的啦 剛剛那是真的 現在開始是假的 我們 假設我們需要一個這個財務計算系統 那我們就好 我們就切一個服務出來 然後我們要對接這個停車費 我們多一個停車費系統 我們需要一個 因為我們 U 複雜了嘛 所以我們需要對於這個 商家以及我們內部的AM 或是PM 他都需要去看一些數據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報表系統 而且是這個 金融科技這邊的報表系統 公益捐款 公益捐款系統 然後匯率系統 因為我們後來有對接蝦皮 蝦皮它其實是一個這個 境外的交易場景 所以我們需要知道當時的匯率 然後為了存這個東西 我們開一個 這個匯率服務 然後 金融科技這邊的用服務 越來越肥了怎麼辦 拆 所以我們出現了用服務2 然後 支付又需要報表服務 然後再來一個智慧平台 再來一個用服務 再來一個收銀台 再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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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繼續長下去 這2018年 2018年其實我們的架構 不斷在幹這個事情 然後 就是2018 然後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開發方式 大概一直持續到了2019年 然後我是2019年底的時候 跟這個Kevin胡 做了洽談 然後就是 決定今年初 就是要 加入接口 然後所以 我在今年初 在跟某一個團隊 leader 去要求 去詢問他們目前的架構狀況的時候 然後他們說沒有一個 比較完整的架構圖 可是他可以幫我畫一個 我說好 因為我們要這個 進行開發工作的話 我們要知道現在的痛點 現在的問題在哪邊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做一些優化 做一些改善 所以我就請他畫了一個圖 各位這是 我們就接口有三個服務團團隊 一個是那個電子這邊 然後兩個是這個金融科技這邊 然後這邊的話是 其中一個服務 其中一個團隊 他幫我畫的一個圖 然後這張圖還有上半部 我把它拆掉了 所以 對 他是第一個團隊 他是某一個團隊 所負責的服務的一半 長這個樣子 還有兩個團隊 還有兩個團隊 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後來的某一天 就是 好像有一個需求吧 產品經理說 我們要上一個新業務 然後說 誰誰誰 你可不可以在後台 就是Admin Site 我要看資料的後台 多一個欄位 某個欄位 欄位可能有類型A 類型B 就是什麼 支付啊 繳費這種類型 多一個類型 他說 可以 要兩個月 這是活真價實 對 這是真實的故事 所以 其實 我們會發現 其實 我們幹了剛剛前面 某一張投影片 所有這些我們期望 可以有好處的事情之後 我們有沒有得到Micro Service Micro Service 這個好處 其實並沒有 而且事實上 這張圖裡面 應該還要有第三條線 就是所謂的分散式單體 或者是所謂的分散式大擬球 很明顯的 我們現在是在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是在這個位置 如果我們不做單體 如果我們統一技術站 繼續用打內 然後繼續維護一個單體 然後對於服務的切分 服務的新建立 更為謹慎的話 可能不會出現 像剛剛那張圖那樣的狀況 可是已經出現了 所以這個就是 我加入接口之後 看到的東西 對 OK 所以 這是一個代理 我們服務非常非常多 當時大概是 不到20個人 維護了大概50個系統 這數字應該不精確 反正就很多系統都對了 然後第一個是 業務領域定義不清 就是你這個服務 你這個系統 你到底是用來處理 什麼業務的 其實非常的不清 然後甚至有可能同樣的 屬於同樣類型的業務的服務 分散各地 就是例如 用來處理 照理說應該是要用 專門用來處理 用戶相關的 用戶相關的 業務的服務 可能有三個地方 可能有三個系統 或者是 第三個系統裡面 裡面大概有20% 是做這個 用戶相關的業務的 就是相關的這種 因為業務領域定義不清 而造成的這種 服務分散各地的問題 非常嚴重 然後再接下來的話就是 有多個業務 它的功能和資料 彼此是偶合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理解 和協作成本高 這什麼意思呢 我相信這個大家 應該是有體會的 就是說 假設我現在有一張 這個訂單大表 所有的電商或者是 支付服務應該都會 有這樣的一個訂單主表 因為我們沒有去 釐清這個業務欲 我們沒有讓訂單主表 只屬於訂單服務 我們讓這個訂單主表 它的功能性 也被其他的服務所引用 這會造成什麼問題 就是假設說 我今天要做一個 這個 假設我今天要跟什麼 對接 假設我今天要跟 這個台北捷運對接 然後台北捷運的話 它有這個乘車碼 可以去掃 然後這個乘車 然後我為了要做 乘車碼這個服務 乘車碼它其實是 Transportation中 里運相關的 可是呢我為 可是我 期望可以拿到這個 訂單主表的資料 所以我就去跟 訂單主表的維護人 我跟他說 我等一下 會 我們接下來要開發 成聖馬這個服務 你的這個欄位 你這個訂單主表的 某個欄位 可不可以在什麼情況下 是什麼東西 或者是我說 我會當你這個 訂單主表的某個欄位 是某個職的時候 我會做什麼事情 有一個隱含的含義在 這個隱含的含義非常可怕 因為它隱含的含義 就代表說這個值 如果實際的訂單服務 改變的話 它其實會造成 乘車碼這個服務的故障 對吧 也就是說 它要改 乘車碼也必須改 或者是乘車碼改的話 你這個東西也必須改 所以這個是 我所謂的這個 資料和功能 彼此偶合 一旦發生這個事情 它馬上會出現問題就是 理解和合作成本非常非常高 然後再接下來的話 就是一樣 和由第二點衍生出來 就是我們業務分散 而且資訊不透明 資訊一旦不透明 就會出現大量的重複建設 團隊A不知道團隊B在做什麼 團隊B不知道團隊C在做什麼 可是我們現在又有同樣的需求 我不知道你們在做什麼 我不知道你們領域在幹什麼 因為 我們根本沒有領域該領域 我們只有50個服務 所以 我最簡單的 我最簡單的方式是幹嘛 對我來說最簡單的方式是幹嘛 我再做一個 再做一個就完了 因為 這種事情會發生第一次 就會發生第二次 會發生在團隊C 就會發生在團隊B 就會發生在團隊A 對吧 所以你如果不把這個東西一直下來 它會非常非常可怕 然後當然最後 當這個情形發生之後 這個開發還有 把Fix我們會需要大量大量的溝通來確認 然後會造成的就是 效率非常的低 然後穩定性當然也低 OK 所以 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第一個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要做一個第一個事情其實就是 我們需要把業務領域給定義清楚 定義乾淨出來 這是我到接口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情 第一個月做的事情 好 所以 我們現在要來處理剛剛看到那個 分散式單體或是這個大泥球了 所以我們第一步我們要先區分業務領域 什麼是業務領域 業務領域它其實是 具有同樣一個特定目標的業務問題的集合 什麼問題 例如我現在要創建一個用戶 我的用戶需要身份認證 我的用戶需要在某個時間點可以被停權 然後我的用戶需要去通過這個歐洲的這個GDPR 或是之類之類的 會有很多很多 來自各式各樣的專案裡面的 Use Case 或者是User Story 裡面會談到的關於用戶的操作 那這些關於用戶的操作 它實際上都是用戶這樣的一個業務領域裡面的問題 Domain的話我們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問題的集合 所以一些非常標準的用戶 業務領域像是什麼 用戶業務 商家業務 訂單業務 支付業務等等 然後這些問題是不能亂問的 所以對於如何提出和如何理解 如何解讀這些問題 描述這些問題的需求 我們需要有特定的專業知識 那這些知識我們就稱為Domain Knowledge 那通常誰會提出這些問題 就是大家最喜歡的PM PM或者是我們說產品經理 就產品經理嘛 產品經理它其實就是要負責這個 幫我們釐清業務領域的人 他應該要對於他所負責的業務領域 有非常深入非常好的這個Domain Knowledge 這是我們對於一個產品經理的要求 好 我們知道業務領域是什麼之後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找出並且定義好 我們這一間公司 或者是我們這個BU裡面 所有的商業行為裡面 所包含的業務領域 把我們這個 什麼意思呢 就是把 各位都是拿薪水幹活的嘛 對不對 就是你拿的這份薪水的錢 來自哪邊 公司是做哪些商業活動 然後讓我們可以拿這一份薪水的那些活動 其實就包含了這些業務領域 就是所謂的商業行為 所以第一個我們需要找出品的定義 我們這個營利組織 所有商業行為裡面包含的業務領域 包含的那些問題集合 然後對這些業務領域進行明確和清晰的拆分 那這些業務領域可能有大有小 可能會有基礎業務服務 以及應用的服務類型 例如我們剛剛講到的用戶服務 它就是一個非常基礎的業務領域 然後繳費 它是一個比較偏應用 比較貼近使用者的一個業務領域 那也是我們可以就是 不管是大或者是小 不管是基礎或者是偏向這個中端用戶的 其實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明確清晰的 把它劃分出來 有一個標準專門在講這個事情的叫做 Togaf Togaf的話它是一個企業級資訊系統的標準 然後如果各位去看這個標準的話 它第一件事情跟你講的就是 你要把企業的資訊系統做好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從另外一個角度就是第一第二的角度 什麼勒 我們在看第一第一的書的時候 大概第一頁或第二章 它就會跟我們說 我們需要大量的和Domain Expert 去聊 去知道他們的需求 知道他們的Business Wish 他們的商業願望 然後我們從這樣的一個商業願望 以及他們遇到的問題有沒有 Problem Domain 就是一個問題的集合 去了解 有哪些知識隱含在其中 其實這些東西就是 協助我們了解業務領域的方法 然後所以我們 那我們要怎麼樣知道說 我們的這個BU 或者是我們的公司 有哪些業務領域 或者是這個業務架構 我應該怎麼樣去釐清 其實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我們看別的公司是怎麼做的 所以這邊的話 我不確定這重不重要 這是我亂結的一張圖 這應該是阿里的嗎 我不確定 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的一個財務中台服務 它會有很多很多的業務域 對吧 配置域 核算域 結算域 收付域 往來域 然後這些域裡面 它裡面處理的工作 都非常的類似 看起來就是應該屬於 同樣的集合的 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業務架構 整理之後的結果 或者是說 大家 如果前陣子有在關注 一些這個架構類的新聞的話 應該會看到一篇新聞 是這個Uber 他們說他們放棄微服務 對吧 然後他們改用了一個叫 DOMA的架構 Domain Oriented 什麼什麼的 大家如果去看那篇文章 他也很清楚的跟你講 他之所以摒棄為服務 就是有一些缺點之外 那他不用為服務 可是服務還是需要拆分 那怎麼拆 根據領域來拆 根據領域拆完了之後 他再根據領域的 其實我前面也有講 其實這個是百變不離其中啦 大家做到最後 大家心裡想要都是同一件事情 他除了把領域的這個分析 做完了之外 他也把領域的這個基礎 以及應用層做了一個劃分 然後所以他有一個這個 分層的架構 他先分領域 然後再去分層 所以要知道 所以第一個 各位你們 第一個你們要知道就是 業務領域的 業務領域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把 業務領域怎麼做化 怎麼做劃分 以及怎麼樣把這個 業務架構做好 這是接下來重要的事情 然後怎麼樣把這個東西做好 最好的方式就是看 別的公司怎麼做的 OK 怎麼定義 可以用這個DDD 或者是GoGov的一些 做指導方針 然後 對 然後接下來參考 同樣產業公司的這個 業務架構定義 然後這個 業務領域的定義 是一個持續迭代 調整優化的過程 OK 那這個因為非常重要 所以的話 如果是我 然後各位 如果你們是這個 Manager層級的人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 把業務理解 作為你的這個小夥伴 你的成員的一個 基本職能要求 讓每一個人 都要對他所負責的 或者是他要經手 他要開發的這些需求 或者是問題的領域 必須要相當的了解 這個重要程度 我認為基本等同於技術能力 然後這張圖的話 是我在 我進接口之後 大概花了三個禮拜 就是畫的一張這個 業務架構圖 那 其實我後來發現 很多都理解錯了 對 就是他 就是在接口那邊 不是這樣幹的 對 所以的話 這就是一個 疊代過程 可是那時候我畫出來之後 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概是在什麼位置 然後哪些東西 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目前的話 目前接口這邊的業務架構 應該 會應該是比較乾淨 然後更貼近現實了一點 所以這是一個持續疊代過程 然後接下來 我們有了領域 切乾淨的領域 切乾淨的這個問題集合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把這個集合 準確的讓某一群人負責 我們要怎麼樣讓 工程師身上的工作 只去做某些問題或某些需求 怎麼做 康威電律 康威電律跟我們說 系統的架構長什麼樣子 其實 就是你的公司組織長什麼樣子 其實它會反映在 你的服務的系統架構之上 所以你要讓一群人 只做某個領域的事情 的需求 最好的方法 就直接把它化成單一團隊 例如假設我們組織配置是這樣 基礎服務 業務平台以及客戶端 那 我們如果做這樣劃分之後 我們就會 其實我們組件發現 這個是人的這個 一個自趨性 它會很自然的 就是因為怕麻煩嘛 怕公共成本 對吧 所以你會很自然的就是 所有屬於基礎服務的人 你會很自然的把這些服務 全部收過來 因為這樣好幹活 簡單 成本低 然後業務平台也是一樣 當我們做這樣的團隊劃分了之後 這個 你會發 我們就發現這個腳會服務啊 教室服務 頂商服務等等 都逐漸逐漸的收攏了 那 在我做這件事情之前是怎麼回事呢 我在做這件事情之前的話 有某個團隊的工程師啊 他的工作需求就是看 別的團隊有沒有什麼活 來不及做 他們就接過來做 那因為我剛剛說的一些問題 你的這個理解成本 溝通成本 還有這個資料以及服務的使用成本 他們會選擇什麼 他們會選擇自己在幹一套服務 所以就出問題了 所以最好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們讓同一群人 有同樣的目標 有同樣的責任 就是康尾定律告訴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OK 然後這張圖我大概是想 我想表達的是說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標準的六邊形以及洋蔥架構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系統 這在講系統 當我們系統做了這樣一個分成之後 其實它去隔絕了外部的依賴 以及內部的這個核心的domain層 以及這個application層 對吧 所以當我們做了這樣的一個團隊配置之後 其實我們會發現 團隊之間的這個職責 責任感 然後對於系統的這個優化心態 各式各樣的方面 其實會逐漸的內聚 然後會逐漸的 因為我們剛剛的領域已經切好了 也會逐漸的和別的團隊 會形成比較少的溝通 比較有效的溝通 然後逐漸的形成一種分層的感覺 講白了就是什麼 我會期望我們的團隊 是高內聚低偶和的 團隊內高內聚 團隊外低偶和 OK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明確 所有工程師的業務邊界 遵從康律定律 依據我們在第一步做的業務領域 對團隊進行安排 然後當然不是這樣就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求的就是 我們期望 負責長期負責同樣領域的這一群人 他要可以提煉 然後他要可以逐漸提煉 他們這個領域的domain knowledge 以及提升開發效率 就會假設我現在放了一群人五個人 我讓你做用務服務 然後你今天接一個乘車馬 要半年 我OK半年吧 然後明天假設我要接這個高潔了 你跟我說六個月 那我無法接受 為什麼 因為我們經過同樣的一群人 你經過六個月的訓練 你應該要有辦法知道就是 用戶中心在接這個乘車馬的時候 有什麼沒沒腳腳 對吧 然後你應該要知道哪邊可以提升 哪邊可以優化 哪邊可能會出問題的 所以我會期望 你在接後面的這個Transporting 相關的需求的時候 你要開發的非常有效率 而且你要對這塊業務 有非常非常好的理解 最終達成 如果這個事情發生了 它其實就是什麼 高內聚 團隊裡面的能量是高內聚的 然後團隊外的合作是低偶合的 所以第一步我們明確了我們要幹什麼 第二步我們也明確了哪些人要幹什麼 那接下來我們要問的就是 那我們要怎麼幹 開發流程 這個應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開發流程 就是那個PM 有一天發了一個信 說我們禮拜三要開會 然後禮拜三大家到了會議室 然後就說我們要做X這個專案 X它有UserStory A 然後Blog 然後還有UserStory B 然後UserStory我們過一遍 然後大家沒什麼意見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會做的事情就是 確認一下這功能應該放在哪個服務裡面 然後由負責那個服務的工程師來領這個Blog 然後最終我們開發Blog 然後上線 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我們經過剛剛大概半個小時的討論 有沒有發現少了什麼東西 完全沒有領域知識 它就是一個專案 對吧 所以一個可能更好的開發流程大概是這樣 我會建議 UserStory的話 我們要第一個要清楚的是 業務的目標 業務的流程以及規則 就是你到底要做什麼 你的訴求是什麼 你想達到什麼目的 然後在會議裡面跟大家說明你的訴求 還有你的這個流程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透過技術設計的環節 由工程師 有技術團隊來確認 這樣的需求可以由哪些領域來支撐 然後接下來 假設我們領域做得夠飽滿 那可能這個專案我們需要開發的東西就很少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確定的就是 我們為了滿足專案X的UserStory A 它缺少了某個特定的領域能力 假設我現在是用戶服務 我缺少了這個P1 P33 就是這個用戶 我們國內用戶驗證的一個流程 缺了P1 P33的這個驗證能力 那我們就需要為這個專案開發 這是一個領域能力 根據這樣的東西 我們根據這樣的一個領域能力的缺失缺乏 列出Belog 然後我們再來開發Belog 那這樣的這個Belog是一個專案的需求嗎 好像也算 可是事實上我們把它升華到另外一個程式 我們在開發的是一個服務 或者是一個領域的領域能力的 OK 那這個東西會比較難一點 難的在於說我們需要PM配合 PM要非常清楚的把目標 操作流程還有業務規則給釐清 好 所以第一個 PM假設它對於這個需求非常明確之後呢 它其實應該是有辦法把這個UserStory 或者是所謂的UserCase給描述出來 然後有了UserCase之後 如果PM它的腦袋夠清晰 算了 不說 假設你的腦袋夠清晰 知道你是要做什麼的話 我在這邊多說兩句 PM 你們在過那個需求的時候 需求永遠不會有所有和什麼什麼一樣 真正的需求絕對不會有這兩句話 所以各位如果你們以後在被PM走去開會 過背露的時候 它如果你們看到那個什麼 這邊顯示所有的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那邊寫另外背露寫這個和什麼什麼一樣 你就挑戰它 你就點它就對了 絕對不可能是這樣 那個就代表沒有想清楚 那假設想清楚之外 應該是有辦法把這個怎麼操作的 以及這個 這是業務實體喔 這不是ER diagram喔 這不是資料表喔 這是業務實體 應該有辦法把這個東西說清楚 然後我們透過這樣的分析 來了解我們的領域 現在需要提供哪些服務 以及存哪些資料 講白了就是 我們透過理解業務需求 然後讓我們的領域更加飽滿 這是一個平台 或者是我們所謂服務化的思維 我們開發的不是需求 我們開發的是一個可以支撐 專案X裡面 User Story A 所需要的一個領域能力 大家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們是用這樣的思維 去開發我們的這個需求的話 假設我們的這個公司 活得夠久 我們的這個領域服務 活得夠久 你會發現你要做的事情 會越來越少 而且你會做得越來越好 很自然的 OK 怎麼改善 需要產品經理 要有對需求有深刻的理解 然後透過工程師這邊 透過了解目標 和工程師和PM合作 進一步細化需求 最終轉換為領域 業務領域 用來支撐需求的 這樣一個領域能力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 做很多次這樣的事情 來讓我們的業務領域更加強壯 第四步 因為時間快到了 就是那第四步 當然 大家有沒有聽起來 有點像滴滴滴的感覺 其實滴滴滴 大概就是在做這個事情 百遍不離其中 大家心裡想的都是一件事情 就是大刀自剪 這個就是 就是你做到最後 你把一些好的東西經驗出來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 接下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持續的 去做重構和優化 OK 我們recap一下 我們第一步要做什麼 定義業務領域 第二 根據康威定律 我們把根據這樣的業務領域 調整我們的組織架構 然後透過我們剛剛的開發流程 讓團隊裡面的這個 服務的能量更加的高內聚 然後團隊之間的合作更加低偶合 好 那現在的我們 就經過半年了吧 我們的用戶規模大概就是 多了百分之百 就是從大概一百多萬到三百四十萬 然後我們技術規模大概也到了 多了百分之五十 現在大概是六十人左右 我們研發效率有非常顯著的提升 然後可用性的話 因為當大家都知道比賽在做什麼 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會 服務和服務間是有一些默契的 所以整體的穩定性 也有非常大的提升了 那這邊再多聊一下 不過當時的問題出來哪 問題其實就出來這個時候 第一個 我們擴增團隊 但是沒有領域劃分 落入人月神話 我們的團隊不是scalable的 然後沒有定義這個領域邊界 所以重複的工作和知識的不透明 然後再接下來就服務 散落在各個團隊 溝通成本極大 而且知識沒有辦法累積 然後拍檔的話 我是不太喜歡拍檔的 為什麼 主要是因為第二點 就是企業級應用的一些支持不夠 而且另外一個東西是 額外的技術戰 其實會讓我們知識的傳播效率 開發微運成本增加 這是我最近看的一個分享 大家可以去這個網址看 這個人說呢 微服務說什麼 語言不重要 是非常不負責任的一句話 那以Google來說的話 Google裡面大概就是八種語言 可是它沒有四萬個工程師 平均四千還是五千工程師 才用一個語言 我們有四千五千個人嗎 那就只用那個 OK 加過微服務化 我們沒有先做領域分析 就直接來做新服務的創建 以及新服務的切分 而且 所以會讓我們的開發效率再次低落 而且大量的服務會增加 管理和微運成本 這是那個 這是一個講微服務的網站 這個Chris Richard這邊的 他說一個 這就是一個非常標準的 這個Antipattern 就是我們認為我們只要拆了服務 然後效率自然就上升了 這是一個迷思 OK 那我的分享大概就是在這邊 然後經過半年的努力 我也非常感謝 接口的記錄團隊 那我們現在的話 大概是在這個地方了吧 好 謝謝大家 我覺得我們在找人 就是Java 打內還有iOS 大家可以掃一下 然後如果有那個Line的話也可以加一下 就是我都還蠻累跟大家討論 那時間不夠 可能我們問幾個問題 三個 兩個 不好意思想請問一下 你們在你們做完領域分析到能夠開始進行系統設計之前 大概投入了多少資源 例如說人力時間 然後由哪一些領域的角色進來 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自己是 我覺得我之前在 我之前的訓練的話 其實是做過這種事情的 然後這個事情是擠不來的 所以我會跟你說 第一個 如果你是作為技術負責人的話 第一個 你這個圖畫出來 就是給大家爽 你爽就好了 其實重點是第二步 行為定律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其實是 讓人 把領域分 畫分出來之後 我們就指派某個團隊去負責某些領域 並且把那個領域的問題全部丟給那個團隊 然後接下來 這個團隊裡面的人自己就會去跑了 如果我們的團 就是領域沒有畫分清楚 我們就直接去問大家說 我們有什麼領域啊 然後哪個團隊要不要做什麼事情啊 大概率不會成功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就是找一個這個有authority的人 然後和這個PM 這個需求方AM 通通找進來聊一下 畫一個大概的這個 業務領域的區分 然後接下來直接把團隊給 團隊的責任給分派好 就可以了 接下來就 然後我們再說後面怎麼樣 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如果沒有 抱歉想請問一下 在這個半年間重構的過程中 如何去進行 一方面是來自PM的需求 另一方面是來自你這邊做的一個領域重構 那這個過程中想要麻煩請教一下 您分享一下 您說要怎麼樣就是邊承接業務需求的時候邊重構 是不是 我覺得我必須老實說 我即便是技術出身 可是我還是認為 技術架構分不開業務 所以即便我們有很大很大的痛點 或者是我們有加過很大的問題 我們還是要盡可能 最好是沒有差別去滿足PM的業務需求 這是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我們去看 我們可以為重構 以及這個領域的這個我剛剛說的高內聚 可以做點什麼事情 比如什麼 就比如我們現在在做一個用戶服務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某些需求的上限和開發 把一些其他服務的這個程式碼 merge進來 或者去調用其他服務的程式碼 就諸如此類的事情 然後可是如果我們說 我們期望有一段時間可以去做重構 其實大概率是不可能的 其實我想問兩個部分 那一個是 就是剛剛第一個問題你有提到的 就authority這部分 因為大多數可能是工程師嘛 那你知道團隊裡面出現這些 沒有在用領域的方式在思考或解決問題 那你要怎麼樣去促使 因為畢竟要用這樣的模式 你需要PM 你甚至還需要一些可能SA這樣的角色一起合作 那有什麼方式是可以由下去往上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老實講很難 可是還是有機會了 最好的方式就是多去了解 多去主動了解業務 然後多和 第一步就假設你是今天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概念的話 我會建議你第一個主動去和PM聊 然後去了解公司的這個商業行為 去主動的深入挖掘業務 多去理解業務 然後接下來的話透過這樣了解 你如果足夠了解的話 你會發現你在後面的一些 未來的一些這個 需求討論的話 你會有自己的看法 你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你會主動的期望去做哪些事情 而且那些事情通常聽起來會是好的 然後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有一點點機會 可以去影響你的這個主管 大概我大概可以給這樣的建議 了解 那第二個問題是因為 剛好提到說 就是根據康位定例 然後去做組織上的劃分 那每個團隊會對他自己的domain 越來越熟 那當這個團隊如果人走了之後 你要怎麼去保證下一個進來的人 可以同樣對這個domain 可以去很快去做了解 假設做了好的話 其實這個上手速度非常快的 因為就是一樣我說的 我們希望團隊高內聚 團隊高內聚是什麼意思 你的程式碼你寫不好 有人會看 有人會優化 然後你的文件不清楚 有人會補 因為你負責就是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人都有一個 玩好的這個秩序性和傾向 其實你會不自主的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會認為你剛剛說的東西 如果這個事情做得好的話 基本上不會存在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我程式碼也要能夠說出domain的事情 是啊 OK OK 那 就 這樣吧 謝謝大家 那我們謝謝Frey帶來的講